这个男孩每天都要捂着眼睛走路 因为别人一旦看到他的眼睛 就会当场被石化柱从而变成雕像 为了保护好被石化的同学们 他只能先把雕像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为石化状态只能维持一天的时间 一天之后就会自动解除石化 但尽管是他时常捂着眼睛 意外还是会经常发生 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 整座教室就被他活生生的变成了兵马眼 为了阻止悲剧的事情发生 喜怒男熊只好给自己戴上了一个特殊的眼睛 可就算是这样危险还是会发生 一名同学只是在他准备戴眼镜时偷看了他一眼 眼睛就瞬间消失变成了数字 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 喜怒男熊还拥有顺移的能力 凭借一面就能顺移到任何地方 并且他还有常人没有的读心术 能读懂百公里内所有人的想法 甚至他还拥有超人所不能及的神力 轻轻一碰整个学校就会瞬间倒塌 摔一跤能让整个东京陷入沦陷 为了控制住身上的超能力 喜怒男熊只好在脑袋上带了一个超能力抑制器 生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 为此在学校他时常保持低调 他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毕竟他对所有人的想法都了如指掌 没有朋友也没有关系 他明明是学校里公认的笑话 所有同学都羡慕他可爱到爆的长相 然而眼前这个男孩却根本不正眼看他 虽然这件事把笑话气得不轻 但他还是打算给他一次机会 于是又走了上去搭讪对方 没想到对方话都没说的就溜走了 然后利用瞬移消失在了女孩眼前 女孩还以为刚才出现的是幻觉 殊不知 喜怒男熊根本不是一般人 他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超能力者 这天学校的操场上正组织一场魔术表演 只见一个男人先是被绑住手脚放进了柜子里 紧接着外面的人就把柜子牢牢缠住 一言不合就说他要表演一个用剑扎人 喜怒男熊还以为这哪里是魔术 分明是要人命吗 于是立马开启自己的超能力 瞬移到了那个柜子里救人 没想到刚才进来的男人已经不翼而飞 柜子里只有一台录音机 这时外面的女人突然拿剑刺了进来 由于瞬移的技能有20分钟的冷却时间 这也就意味着奇目男熊 要面临着20分钟的痛苦折磨 好不容易经历了利剑的折磨 他又被吊车缓缓掉到了半空中 然后静止地将箱子摔了下去 随后奇目男熊又经历了一场大火的制高 最终还惨遭了压路机的碾压 如果不是奇目男熊拥有超能力 一般人早就一命呜呼了 好在这时奇目男熊的瞬移cd倒了 他利用瞬移逃出了那个柜子 不得不说 这个奇目男熊还挺扛造啊 男孩只是洗了把脸把眼睛搞丢了 看到他的人都瞬间变成了雕像 为了阻止整个学校的人都被释花 奇目男熊急忙开启超能力 传送过来了家里的备用眼镜 这才有效地阻止了悲剧发生 然而他刚准备回教室 笑花就向他表白 紧接着拉着他就躲进了学校仓库 不料这时同学们恶作剧 竟然把所用胶水给封住了 这也就意味着没人再进来打扰两人 笑花见状还假装地寻找出口 殊不知 笑花心里的那点小心思 已经被奇目男熊了解 因为奇目男熊拥有读心术 可以读懂百公里内所有人的想法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跑来了一群混混来学校找茬 奇目男熊为了阻止同学被打 直接发动超能力 就将所有混混传送到了别的地方 这一幕让同学们瞬间都愣住了 但不料由于超能力传送的人太多 奇目男熊也随之陷入了晕觉 笑花还以为奇目男熊 是见到自己紧张陷入的晕觉 于是无聊地摘掉了 他脑袋上的超能力抑制器 没想到下一秒 整个世界竟然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只见宇宙中的所有卫星 都陷入了瘫痪状态 此时奇目男熊突然醒来 他想扶一下旁边的木箱 不料木箱却瞬间变成了渣渣灰 他摸到头上的超能力抑制器 少了抑制后 急忙询问笑花抑制器去哪里了 殊不知 当才他起身的那一颗抑制器 就不知道飞到了哪个角落里 得知找不到抑制器后 他们一个都活不了 笑花急忙起身寻找 结果却什么都没有找到 然而天真的笑花 这时突然从口袋里 拿出来一个棒棒糖 询问这个可以吗 把奇目男熊都给整无语了 就在这时房间突然开始结冰 气温也迅速下降到了零下几百度 原来 由于奇目男熊的超能力 没有得到控制 整个仓库现在已经漂浮到了外太空 跑在关键时刻 奇目男熊急忙发动超能力 将抑制器找到戴在了头上 下一秒 学校的仓库又重新回到了地球上 为了阻止这件事情 让同学们陷入恐慌 奇目男熊干脆直接发动超能力 消除了所有人的记忆 让时间倒流回到了昨天 如果给你一项超能力 你最想要哪一种呢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